多佛語言設定 首先先要點一個暫存器 點一個圖案 然後這邊有一個文字 然後這個有一個 comment library 然後我們通常會用這個group library 像這個 然後它可以有三個 ification and group 然後像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有 chinese 然後english 然後就build build就好了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 comment1在這邊 然後當然我們就放size comment2就是我們的這個 english的部分 ok 然後當然 comment3就是我們這個simplified chinese 這個comment3 好 然後當然我們可以把它export select或是import進來 ok 好不然我們直接select 或是 通常用select 就可以進行它的功能了 ok 這個text 它進行中文吧 那我們這個的話也是一樣 可以進行select 好 好 那這樣我們是這樣的話 也是可以選它的 點兩下 comment library 那我們就可以選出 我們像這個 點兩下 它就會自己寫到你的text裡面 它就會自己寫到你的text裡面 ok 就這個也是 看一下 選這個 它就這樣寫入 ok 然後 它就進行 那具體來上方 我們可以用這個operation 好 這邊 這個 system這邊 好 這邊點ok 然後它就進行 那當然我們的 這個 如果沒有english的話 按下去就會有這個出現 然後按 chinese的話 它就會出現這種信息 english 然後這些結果 ok 這邊 這邊 到這邊 可以 跟最初做的 如果我們是其他人 可以打開 這個 好嗎 我們這裡